美金党总统参选赖兴得冲刺选情 这回再打正机牌 将在全国举办温暖好正说明会 第一站就选在高雄 由市长陈其迈亲自上阵 搭配政务官一起宣传政策 而另一方面 赖兴得将出访巴拉圭 并且过境美国 蔡总统特别安排了心腹大将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随行 象征全力协助赖兴得 也被解读是否当年的蔡赖兴节 已经完全解开 在衬身外再套上一件主题T恤 就是要和大家同在 副总统赖兴得出席总统杯 黑客松的聚会 谈话聚焦台湾的科技力 我们要从自通信时代的 硬体制造大国 然后要迈向数位时代的软体大国 或者是软硬体大国 提出施政愿景 不过赖兴得肩上扛着的执政包袱 始终是在野党的集火目标 民集党就规划要在全国举办 温暖好证说明会 第一场周六在高雄 市长陈其迈大头证 副总统温暖好证是要持球对决前瞻吗 第一位上场的政务官 也就是劳动部长许明春 那么也搭配着近半的发言人 来亲自说明蔡英文政府的政绩 以及赖清德主席未来的施政愿景跟主张 对内积极回应在野党的攻击 对外赖清德即将代表总统出访巴拉圭 顺道过境美国 访团成员中贺见蔡总统重要幕僚 现任总统府复觅 虽然中国单方面放话 要求美方不能让赖过境 但有了黄重燕随形 相当于蔡赖当年初选新节化解 总统蔡英文真心要帮赖清德一把 对抗中国威胁 正副总统先秀团结 一致对外 记者林晨杰 萧瑞生台北报道 对抗中国威胁